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好意思 我接受不了 我跟她有一个共同的QQ相册 取名叫美丽邪候 美丽邪候为何最终选择无情 善理丽 除州人在苏州 电商运营 爱好广泛的她 希望找一个成熟稳重的暖男 赖秋景 25岁 成都人在上海开了一家网店 喜欢儒雅有气质的男生 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曹若瑜 24岁 山东人在南京 从事自媒体工作 则我要求有房有车 有稳定工作 王树文 25岁 连勇港人在苏州 是一名老师 希望未来的男朋友 能和自己一起打游戏 徐碧瑶 31岁 南京人 商场柜台销售 希望对方不介意自己的婚事 通勤打理 不大男子处意 王谦谦 22岁 淮安人 是一名公司前台 希望男朋友身高180以上 能带着自己一起吃一起玩 鲁婷婷 23岁 安慧人在南京 是一家奶茶店的老板 喜欢个子高 长得帅的男生 要有稳定工作 如果会做家务 更加分哦 毛月佳 23岁 南京人 秦航前台 希望对方身高180以上 谈吐优雅 想来参加我们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红娘姐姐晹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红娘姐姐晹红晴 一个完美的爱情不光要自己要对方 最重要的是有给力的丈母娘 丈母娘们加油了 真真的 给力的丈母娘们 是吧 今天我们认识一下有一位新的准丈母娘来到现场了 我们的一号 大家好 我是一号 单李莉 今天我们去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来一回之间尽显生活之位 每一次凑打 防守都是人生态度的最好表现 我叫王若恒 今年30岁 河南人 现在在上海做汽车零件设计 我的工作还是比较有规律的 我硕士毕业于江南大学 现在主要负责踏板设计 也和自己的专业息息相关 我热爱自己的工作 平时我最喜欢的就是汽车了 我觉得每一款车都有自己的个性 都值得被欣赏 日汽车实用低调 德汽车豪华商务 国产车发展空间比较大 他们各有各的特点 在感情方面 我是一个比较迷茫的人 从小到大也没有谈过轰轰烈烈的爱情 这些年 我见过好多女孩 相过好多时期 但却很少有真正能够走进心里的 我觉得相亲是一种方式 我只是没有遇到我的缘分 要说我印象最深的 莫过于一个交往四个月的女生 起初她温柔善良 一切都很美好 但是后来因为一些小事 她变得暴躁 没有耐心 两个人的感情也走到了尽头 我现在想找一位相互喜欢 相互理解 相互包容的女孩 做女朋友 大家看到了 我觉得是还蛮理工生气质的一个 很典型理工男的那个状态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感觉她蛮稳重的 你的工作吧 具体设计什么 对 因为女生可能对汽车可能都不太了解 有对汽车特别感兴趣的吗 有吗 现场有吗 身边也有朋友做汽车设计的 但是具体的话 可能我还是想向这位小哥哥请教 小哥哥快来给他们介绍一下 我现在从事的是汽车零部件 就是主要是负责踏板类合换挡器 就是油门刹车是吧 对 就是刹车零合这种 然后另外就是换挡 就是你不是要挂挡吗 变鼠箱 对 你要不就给他们说一说 就是你是很喜欢汽车的 从小喜欢 是一种爱好吧 然后也从事这个行业 所以就对这方面有点感情吧 我想问男嘉宾我适合什么样车 因为我比较喜欢奥迪的 你开A6吧 A6是吗 对啊 为什么他要开A6 因为商务啊 就他看起来也比较成熟 稳重一点 比较成熟一点 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太理性也不好 那你可不可以就你结合你汽车的专业跟感觉 你刚才是推荐女嘉宾适合坐什么车 对吧 你现在可不可以看见 看看女嘉宾 你感觉她像什么车 向老师你先说一个 8号真的感觉是像那个X5型的 不 我觉得我像吉普 吉普 对 3号呢 3号啊 上了像马车 马车 马车 为什么 是不是在那种法国 就是 就是这个马车上 要戴上那种 戴个那个小鞋帽子 是吧 呃 我觉得应该怎么着也是一辆豪车吧 豪车 从哪里看出豪了 就是大精炼子吧 他的装饰呀 包括他戴的一些东西就比较 感觉珍贵 7号呢 7号特别期待你答案 穿了一部叫学生嘛 哎 你应该像不像校车 他应该像跑车吧 跑车 哪里像跑 他不是像校车吗 开校车 哎啊啊啊啊啊啊啊 对啊我也觉得 就我特别想 从男嘉宾口中知道我是什么车 因为刚刚是夏老师说 呃 你根本不肯 你不是喜欢那个吉普的话 应该 木马的嘛 月月星的 开心了 为什么 因为就是 但是我在人家眼中就是那么粗犷 没有没有没有 我木马的现在改款的 没有 哦 改的比较 比较过日子的那种 改的比较过日子的那种 哦 就等于说我是嫌弃的 然后不行 对 哦 谢谢 看上去是那个SUV的感觉 但其实内心是过日子的 是吧 对 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他既然这么喜欢车的话 那他平时的娱乐的话 是不是参加一些什么 洗车活动 不是 不是 就是什么车友活动啊 或者什么车类的一些 自驾啊 之类的 对 对 就自驾的话 我比较喜欢结合旅行去玩 因为单纯的开的话 可能第一是要租去场地 然后另外的话 就是也可能比较无聊吧 就还是喜欢这种 跑在路上的感觉 像我之前的话 不是汽车 但是也出去旅行过蛮多地方 是 之前我在大学 也去骑摩托车 去过很多地方 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去哪 最深刻的当然是西藏 哦 你骑过这个穿脏线 穿脏 颠脏 心脏 还有丙查都走过 你看 就是大家有的时候表面 完全呈现不出来 内心的那种东西 他是一个很 你看人不是一个很普通的理科生 自己自驾 把每条线路都去了西藏 这些很了不起的事情 在我看来 等于去了四次啊对 这很厉害 好厉害 嗯 除了这个都基本上 中国走的差不多了现在 而且关键你走这么多没有艳遇吗 呃 在就是没有真的啊 就有有想留在那个城市为了他 呃 其中有一个地方叫丽江嘛 就是过月的时候也是怀了这种心态去的 所以把人遇到了 发言现实跟你想还是有点差距吧 我的天呐 好 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一轮的选择 大家会是怎样的 有缘相见 请考虑 请选择 有请三位阿姨欢迎 红娘姐姐 各位妈妈们觉得这位男生如何呀 各位妈妈们觉得男生长得蛮成熟的 踏实 是 然后感觉到 怎么讲呢 是吧 觉得她对这个汽车方面了解的很多 但是她们什么都不懂 就跟姑娘们一样也是不懂的 孝孝妈妈很遗憾 就说自己的女儿可能会选 问了一下 她弱弱的举了个手 但是女儿却没有选 不知道为什么 想问一下 我很奇怪这半边都都没亮灯啊 对对对 想问一下 那七号就做个代表来表达一下 对对对 没有亮灯的原因是 呃 因为我个人吧 对车不是特别了解 然后平时也很少关注 只有我怕就是沟通不到一块 好 那这样 她生活中还有别的 第二段短片了解一下 我出生在一个比较开明的家庭 我排行老大 我还有一个妹妹在学音乐 我的父亲在税务局上班 母亲早年做服装批发 现在休息在家 我的家庭还算开明 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发言权 我现在凭借自己 在无锡买了自己的房子 也算是小有成就了 我是一个知足常乐的人 性格内外兼有 在熟悉的人面前话比较多 在陌生人面前比较沉默 这些年我一直没有步入婚姻 很大的原因是我不想将就 我觉得只要坚持 一定能找到相互喜欢的另一半 我的职业规划是进入500强企业工作 最好还能开一个自己的小店 让生活变得更好 大家好 我是王若恒的朋友 我们认识已经两年多时间了 王若恒为人比较沉稳 成熟一点 然后对待朋友也比较真诚 然后希望现场的女嘉宾 如果对她感兴趣的话 就赶快点灯吧 好 这个片子啊 就主要其实反正讲了一下她的家庭的状况 还是 有阿姨爆灯 有阿姨爆灯 看看是哪一位阿姨 肯定应该就是我们五六七八的当中的 好 大姨妈爆灯 姨妈赶紧来说一个爆灯的原因 我感觉到这个男生长得蛮好的 蛮有成就感的 什么叫蛮有成就感的长相 成文 哦 成文 主要是成文 成文 对 其实你刚说了 你是在感情上是一个不将就的人 所以才一直好像没有找到合适的人 就是也接触到女孩了 不是说我们印象当中的 哎 理工男啊 这个就不接触女孩 你谈过恋爱吗 有两段吧 嗯 最近的这一段 我跟这个女孩是在联谊会上认识的 是 刚开始的时候 我是抱着 就是我父母的意思 就是说 现在年纪也不小了 然后之前的话 也错过了很多 我现在就是说不要第一眼就把人给pass掉 结果就说跟想的不太一样吧 他就是后面的话会脾气会比较大 就说他会有几些事会当时会不跟我讲 但是有点秋后算账的感觉 三九账 我就很莫名其妙 女生百分之八十都会这样的 男生跟女生构造是不一样 男生比较理性 尤其他有那么理性 他更理性一点 因为他说之前他女的都不说 不见得不说 因为有时候女的当下可能就有情绪表情 可能旁边的只要是女生闺蜜都看得出来 也有可能 男的都看不出来 男生只要不说出来的都觉得你没有发生过 我就觉得他为什么都不说其实他可能 其实是有的 有的只是他没看出来 眼神说了 所以当下没有去处理 然后到事后他抱出来会觉得说 这个很奇怪怎么前面压那么久 其实他前面有表示是第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也会经常犯就是 有些男的经常说 好生气了 那你叫我什么我就做什么 你叫我什么就做什么 是 然后就觉得说 你说什么我全部都做到为什么你还生气 因为从某方面来这样 女人他不需要一个完全没有个性 没有自己的人 对是有这个事 就是说你打的比方很好 就是有一次他是生病了 然后就说吃了两天药吧 可能不太好也没见清 然后第三天的时候我就说 我说你怎么样了 然后你就坚持吃药 坚持吃药 对就是那个病 坚持服药 他说你不觉得我该换药了吗 哈哈哈哈 这个事对就就他 他过不了这坎的 就觉得这个事是他告诉我的 不是我主动主动的 我得知道他 他的病发生了变化需要换药了 我得主动的知道这个事 这是我听过的蛮经典的一个 蛮特别的吵架的例子 你坚持服药 你不觉得都得换药了吗 那我们换吧 哈哈哈哈哈哈 我实际上听说你就是 关于女朋友生气这个事 有一套评估系统是怎么回事 啊还有评估系统 没有没有 就是这个理性上的这种东西不好用 我发现 对你想想你怎么用的 发现不好用了 你是现在成长了 你说说前之前不成长的时候 是怎么怎么用这个评估的 对 呃今天发现不对了对吧 那就去看一下 去想一下他 是因为什么原因吗 就自己猜呗就 还有没有猜错的例子或者什么 就是你用了一套评估系统的那种 也是去买药我记得就是 你们你们走着跟吃药有关 你说得好吗 对就就那那次他就经常生病 我不知道为啥 是 然后 然后就是我用我的 买药了 对我用医保卡 现在不是用手机支付吗 没有我用医保卡刷的 医保卡啊 对我就想用医保卡能刷吗 就用医保卡刷 是 对 结果他 呃 就当时他 他就说一句 他说你为什么用医保卡刷呢 嗯 而我说 那我医保卡能用 为什么不用医保卡呢 对啊就就算了呀 他会觉得你小气是不是 呃 他有这意思就觉得 他当时没说我也没觉得他有说啥 他就问问而已 那后来就说 嗯 吃饭的时候他说起这个事 嗯 呃 是因为那天就是 呃 坐公交吧 嗯 就是去一个地方 嗯 我说太堵车了 嗯 我们坐地铁啊 嗯 就是这样 然后他说 呃 我病还没全好 你让我坐地铁啊 嗯 就是这样子 他认为我坐地铁不是 不是对他好啊 他是我省钱啊 对 他觉得你特别抠 对 我跟你说女士 然后这个时候又说 你给我买药还刷一包 一包卡 是吧 对 你就不能花自己的钱吗 就因为那个事 想起来之前的事了嘛 就说你看你之前买药 买个药 你还刷着一包卡 对吧 就 就你太抠了 如果他 你们现在跟他谈恋 一包卡的事 会让你们觉得他是小气的吗 二号会觉得是 呃 我觉得他非常的小气 啊 因为我是一个 比较注重细节的人 是 虽然我也很现实吧 但是我觉得 有些事情吧 你还是可以装模做样子 就是用自己的钱给我买药 你说你这个掏出这个医保卡 你这个态度就不行了 啊 你们有不认同二号的观点的吗 医保卡很正诚啊 因为这是 就是我们每年 每个月交的钱 返回来的钱 也是我自己的钱啊 而且有这个福利 为什么不用呢 如果不用的话 那要他干嘛 女生其实一开始也没有就这个点发作 因为他也知道也发作不起来 但是后来就是他要让他去坐地铁 发作起来的 就如果是你换成是你当时 你会不会发作 六号 会的 真好 你也会发作是吧 那你发作的点是什么呢 可能两件事都粘到一起了 因为我觉得我就是这样子的 虽然事情已经发生过去了 但是我还会拿这件事来说的 我觉得女生应该都是这样吧 都会这样 对 是的 就是觉得哇 你看 就第二点我也理解他们了 就是女孩在那个很需要那种 虚弱的时候 很需要安全感呀 舒适的二人空间的时候 你说走咱们骑地铁 就这样快 她们就会觉得突然觉得 你现在能反映过来这个点了吗 医保卡我也理解不了 我当时就觉得太堵了 我正好是促载那个高峰期 但她很虚弱 就希望哪怕堵在路上 就你抱着她打个车 对啊 安安静静的 就堵个两个小时什么关系吗 这也是属于你们俩的空间 当然可能就多花了点钱 但是也没 我说现在比较堵 这个开车比较麻烦吗 就说比较 你的意思是说 你要摆出选择给她选 对 就是我们坐地铁吧 看她的意思 她如果说不同意的话 那就问她想 你要是不觉得堵 我们就开车吗 对吧 你要不觉得堵 我们就开车 反正我是不觉得堵 反正我觉得堵 反正你觉得堵 对 你花钱不一定喜欢我 但是你不花钱 是肯定不喜欢我的 因为就是你对自己大方 但是你却对我很扣门 那这个不就摆明了吗 有对比呀 男嘉宾是对自己扣门 然后对女方也扣门 所以我要说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 如果我真的爱一个男人的话 我舍不得他为我多花钱 这是某一种女生态度 但是若衡 我要说的是 其实这件事情不仅是处在花钱上 也处在情商上 就是你有没有真的去考虑到那个时候 比如说我真的下次再有一个女生 他很弱 你就不要让他选择 因为那个时候他不需要选择 你知道吗 他如果他一定会帮你体调 但如果没有 你一定要表明出这个态度 我会注意这一点 可能有一个人生活久了 有点对这方面不是特别丧心 就是很敏感 对 不太敏感 对 是这样的 我是觉得男嘉宾 你说他不关心 他可能心里也不服气 他的确关心的 那你不能只是关心事情 比如说感冒 是看得到的事情 我觉得男嘉宾要提升的 叫做情绪觉察力 你要去觉察女生的情绪 你懂吧 你要去觉察她的情绪 而不是事情 如果你看到事情没发生 你就不知道了 因为你没看到情绪 这个今天这个像是给若衡 上了一堂课的感觉是吧 你再做一下缘分争取 经历过喜欢我的女生 也经历过我喜欢的 包括最后这一段 就是大家相互了解 也没有成功 然后我也希望就是 找一个除了相互以外 然后性格比较合得来 能够有良好的沟通 愿意去跟我去分享生活的点滴的 这么一位女孩 在这里我们要感谢 无锡江南红娘 给我们推荐了王若衡先生 好 接下来各位女生 要做出你们最终的选择了 牵手相伴 原来不稳 请考虑 请选择 你来跟我约会 我是你的门面 所以我一定要把门面 装饰得特别好 不好意思 我接受不得好 跟她有一个共同的QQ相册 取名叫美丽邂逅 为何最终选择无情 最后话锋变了问题出在哪儿了 就是可能我洞察力弱一点 因为这方面精力也比较少 我觉得可能那个情绪的变得 点在于聊了太多比较详尽的 而且能感受到你把 你和前女友之间点点滴滴的问题 你记得很清楚 而且你特别想分一个对错 是你不懂我 还是我不懂你 是我不关心你 还是你不关心我 但其实好像对于新的女生来说 她们听上去难免会不太好受 是吧 不要试图总试图把别人的误解 需要掰掉别人的误解 我觉得你会有这个问题 就是当别人有一点误解 你就试图要解释 其实我不是这样的 你们说我小气 其实我一点都不小气 其实你真的做出来了 别人就不会有误解了 如果你已经做得很好 她们还误解 那就让她们随风去误解吧 不重要 重要的是王若衡 能找到你真正愿意为她付出 为她付出的女生 这才是人生最幸福的事情 祝福若衡 谢谢你来到现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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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若衡 踏实安稳 但是情绪上缺乏一定的觉察力 也许在舞台上并没有展现出来最好的一面 祝愿你能遇见合适你的那个人 今天在台上 可能也没有展示出自己的优点 希望接下来 能够在台下多和我接触 电视机前的朋友 如果有对我想要了解的 可以通过栏目组联系我 有喜庆 金世元 有缘就喝 金世元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欢迎 你好 哎你名字好有意思啊 真的来自我介绍一下 哦大家好 我是来自汉兰的勤劳今年30岁 小妹好 主持人好 你们看得见他的名牌吗 叫什么 勤劳勤劳 你叫劳劳 对对对 这个劳劳这两个字 大家应该知道什么意思吧 所以这是你的本 生命中有名 生命中的名哦 那你对爸爸 妈妈当时给你起这个名字的想法是 呃在老家可能就是说 比较好养 比较好养活 起个赖名好养活是吧 类似那一般都是起小名什么狗胜 对呀 铁柱什么的二代什么之类的 嗯 也是说想改一下 后来就是跟这年龄大了 就是说也没有说 但是一眼就能让人记住 闹闹啊 不不好是闹 你是不是还可以找一弟弟 叫那个不正是歪歪歪 还有不大 不大也有 不大叫N 你好有文化呀 好 接下来第一段短片 了解一下男嘉宾 我叫徐能涛 今年三十岁 来自河南 现在在南京 我去过很多地方 也做过很多工作 在广东工厂上过班 在福建开过货车 在老家开过出租车 刚来南京的时候 人生地不熟 因为做我们这一行 必须要有自己的人脉 所以我 要不断地和别人沟通 认识各种各样的人 扩展自己的人脉 打个比方 有的小时空理解能力有点差 我会有两个担心 第一个担心 我会告诉他准确的时间 上岗时间和地点 第二个担心 如果小时空实在找不到地方 我会告诉他 坐几路公交车 然后坐几站到哪里下 你保证他准时上岗 目前我们招聘中介 越来越有起色了 也有自己的小团队 未来我想就做得独立出来 做得更大更广 相当于招聘中介的综合体 这个经历了很多工作 最开始提到了说 有一次是人脉 你很看重人脉 对 我们这一行 必须要有一定的人脉 这体是做什么 就是做小时工这一块 那你负责的就是 中介 对 它就是做中介 比如你要找个小时工 可以找 囊囊 我想要个小时工 有什么要求 是吧 几点到几点到我家 就这样的 对对 其实有点像家政工介这样了 其实不只做家政 对 我们不 去那个APP上面去找小时工吗 就现在有很多这种软件可以 那你们的优势或者是什么呢 优势的话就是说 你比如说你临时 你比如说酒店嘛 你临时缺人的话 就是说你只要联系我的话 我会 酒店就是它临时需要一些服务生 是这意思的 对对 那就是有一些餐厅也是了 对对对 不是说我们住的 客房了或者是西餐了 或者中餐了 都需要一些 对 就是你手下有个团队等于是 对对对对 有多少人大概 现在目前人少 一百多号人吧 看上去不像那么沉稳的 不沉稳对吧 现在这种工作很好 你觉得美好 坐下来什么是不要干 中介来两头收钱 其实是很轻松的一个工作 我得感觉它就不是那种 正儿八点的工作 那你有遇到什么很困难 或者坎坷的经历吗 人家酒店那边人家就是说 人家是几点就是说 不能迟到 还是迟到它也是有个限度的 限度的 你约会会不会迟到 我一般不迟到的 一般不迟到 如果女生迟到怎么办 多大程度是你可以忍的 半小时内 半小时内 对 现场要约会的话会提前到的聚首 准时到的卡点一定会很准时的 还有还有两个 这是两位 半小时是正常的举手 迟到半小时以内的 来一小时往上的 我跟你说 基本上一半女生约会是一小时往上的 是为什么呢 是故意的还是因为什么 我觉得倒没有故意的 我觉得女生嘛真的 出门要打败 对突然发现出门的话 很多东西很多事情都没有做 比如头发哎呀 刚刚你好的突然乱了 比如刚刚装哎呀化好了 这个眼线怎么多出来一点点 我再描一下 再弄一下 那可能 时间悄悄从指缝中溜走了 对 是的 然后这样时间一个小时就这样子过去了 你说说把衣服穿好了 这感觉照到镜子 不对 赶紧往床上一扔又去拿 那真的 真的真的马上就知道 只有婆婆妈妈 那你一般就是跟男朋友约会 都会迟到一个小时以下 对 最长迟到过多久 最长的话也就两个小时吧 那你会怎么跟她说呀 她说我已经在路上了马上到还是 对对对 我说我已经出发了马上到 堵车 那她呢 她一般就是会心甘情愿 还是基本上也会比如约个十点 她就她自己也十二点到 像我前男友的话 一开始不了解我 然后后来了解我之后 她都一般是一个小时之后再到 两个小时之后再到的 那二号 二号啊 你迟到完了之后 你会怎么处理见面的那瞬间 你是会说哄一下对方 还是说你觉得这是理所应当 我们女孩就该迟到一个 我会说我一般把异性的面子 都看得特别重 因为我 你来跟我约会 我是你的门面 所以我一定要把门面 装饰得特别好 然后再过来 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男生都特别接受 这招特好用是吧 对 有没有过不接受的 没有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过 对 他见面说就是为了让你有面子 说把自己好 没有 其实我在这我强调一点 我喜欢就是说自然美的 所以说我不需要你给我 你这是 你这是什么话 什么叫 你喜欢人家不自然吗 不是 不是那意思 不 那你不说 你这样敢闹闹 你觉得二号现在算是刻意打扮了吗 还好 现在这是自然的 对不对 你是这个意思是吧 但是我跟你说 他要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估计也要一个半小时 两个小时 那不好意思 我接受不了 你接受不了是吧 好耿直 我真的就是比较 我是有什么说什么的 就是女孩就真的化好妆什么的 给你撒娇 说你也接受不了 你会怎么办呢 就直接扭头走人 我可能等不了那么长时间 我真的可能等不了那么长时间 其实守时还是应该的 是非常重要的 对 但是你要两个人养成了自己的默契 当然也无可厚非 对对对对 好接下来我们做第一轮的选择 有言相见 请考虑 请选择 有请三位阿姨 欢迎 我们来问一下红娘姐姐 这样的 这个男嘉宾呢 今天穿的蛮鲜艳的 然后呢 从镜头里看 感觉长得也挺帅 再一看个子也挺高的 然后呢 妈妈们的感觉说 如果这套衣服呢 穿在一个其他男生身上 会觉得很阳光 对吧 他穿在身上呢 就是没有这种感觉 感觉他好像不太自信 然后呢 站在那里啊 好像就是这样的 人是这样的 对对对 是不是为什么那么不自信呢 就是想问一下 我感觉还好吧 要把命挺直 就是应该把男人的那个气质 提上来 然后呢是左右晃晃 就是这种感觉 可能是紧张吧 大家能理解 但是也给Dolol提供了一个 特别好的信息 对吧 就是以后要注意站姿 接下来我们短片 再了解一下 也许就像我的名字一样吧 以前我总是搞到很多事情 对于以前的幸福也不以为然 我曾经有过一份稳定的工作 一个美好的家庭 一个可爱的孩子 但是我没有人心 直到一张理会协议书 呈现在我面前的时候 让我彻底清醒了过来 即使追悔莫及 我也无言再去挽留 其实我也明白 伤害到了不仅仅是我们一个小的家庭 也伤害到了父母 北来父母可以现在享受天蕾之乐 在家抱抱孩子 因为我都过错 两个老人现在在老家 而我一个人在南京大学 现在吧 我只想在南京好好地打拼 干出一番事业 将来风风光光地回到老家 看看孩子 看看父母 给他们一个美好的未来 分享美好 看见世界 观看更多男女嘉宾的自我介绍 请真情短片 请前往好看视频 看完这个短片 有了一个新的信息点 有过一段婚姻 还有一个孩子 我相信这是各位都 在之前没有了解到的 你跟大家赶紧说一说 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 我结婚在11年结的婚姻 孩子是12年有的 对 现在7岁了 对 然后16年我离了婚 离婚现在两年了吧 什么原因离婚的原因 说是一直离婚协议书放在面前 追悔莫及 主要是因为那个 可能是我对家里照顾不周吧 我喜欢在外面 经常夜不归宿 夜不归宿 干什么呢 和朋友在一起玩 玩什么呢 就是打个小牌了 或者是吃个饭了 对家里照顾的 就是说不够 就是 就根本就没有照顾了 如果这样的话 或者说非常少 是 所以就持续多久呢 因为你是 11年结婚吗 11年结婚 什么时候就开始夜不归宿 13年的时候 还是1岁多 持续多久 持续到离婚 一直都这样啊 差不多 那你前妻忍受了好几年呀 之后她是什么样的态度 很决绝吧 刚开始我一直就是 太自信了 就是说感觉她离不开我 为什么呢 自信来自于何处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说 因为当时我们结婚的时候 我父母不同意 就是我前妻一直去我家里说 就当时结婚的时候 是她要嫁给你 对 她一直就是说 去我家说了三次 然后 你们认识多久结婚的 认识一年多吧 一年多结婚了 对 那你对她呢 又很难得说 结婚的时候是女方这么主动 是吧 对对对 通常都是男生 所以说往往得到的就 不珍惜 对 不懂得珍惜吧 那你父母当时没有对你有什么管教吗 我父母就是说 怎么讲我 因为我包括到离婚 我舅舅都说我被冠成这个样子 就是被你爸妈妈冠成这样 对对对 所以你那几年那样的行为 父母也没有太管 是这意思是吗 对 所以这事情是知道了离婚之后 你才觉得自己做错了 后悔了 对 就是那天挺突然的 我那天晚上回家了 然后我前妻 因为我以前就是说 不管再晚回家 我前妻都要给我做饭 啊 真的 这个是这 只要说她在家 你哪来这么大面 几点四五点回去 起来给你下碗面 除非她睡着了 我那个前妻说实在话 她对我太好了 真的很好 所以说我为什么说就是说 她离不开我 但就是这 持续这几年都不找你吵架 吵架我们是有的 她脾气不好 我们她一吵架 反正我就出去了嘛 我也不和她吵 你真潇洒啊 那现在孩子就是 还是你父母看着吗 还是说跟你父母 没有任何关系呢 孩子现在给前妻了 就是你父母会去看她吗 前妻不让看吗 已经闹僵了 你也见不到孩子了 是 我觉得这个女人 真的是伤心了 她一定是真的伤了 我想问一下 那你们就是 你说一直持续了这么多年 那你们之间没有沟通吗 你前妻没有找你聊聊吗 就是你现在的状态 有一次就是很重要的 就是那天晚上 我大概十一点多回自己家 因为我回家就两件事 要么就是拿钱 要么就是回家吃饭 因为我不喜欢在外面吃饭 我那天回家我吃了点饭 然后我在大厅 然后她在那个客厅 她喝了一瓶酒 我吃完饭我就要走了 她拉着我了 她说你带我去找勤闹吧 我说我就是勤闹了 她说你不是 我说我真的是勤闹了 我说你去睡吧 然后我出去以后 她就跟着出去了 但是她那次是真的喝多了 然后我们到走到那个路口的时候 然后她给我跪下来 她说你带我去找勤闹吧 然后那次我真的是很感动很感动的 她说勤闹整天就是 来家就吃吃饭就走 也不管也不顾也不问 既然这么做了 那你后来后期没有任何改变吗 我当然在改变 我一直在改变 我天天都在改变 那你就是那一次之后就离婚了吗 不是那一次 你天天在改变 那你如果做得够好的话 那你肯定也不会离婚的 不是 我说的意思是离婚的事 离婚以后彻底觉醒了 她的意思是 你这件事情让你很感动 你也想要改变 完了你不是继续 夜不归宿继续那个什么吗 对对对 所以才离婚的呀 就是当时就是当晚彻底的那个 感动了 对对对 但是第二天就忘记了 所以但是我刚注意到5号是哭了吗 对 因为跟我的情况是一样的 一样的意思就是说 她的状况跟你的前夫一样是吗 你的前夫 跟你这么介绍一下 5号遇到过一个和你差不多 可以用很不负责人来说的这样的 所以当时也是因为很爱她 所以她忍了她那么多年吗 没有 我是一位小孩嘛 其实我也找她谈过 我说你有没有想过 我跟你没有跟你离婚 你一直就这样子 你是毁了我们女儿 可是呢 她做了什么改变 没有想过 就是最后让你决定离婚的原因是 觉得她彻底不会改了 我觉得不要可救了呀 你知道我每天 我们家的小孩四个月的时候 我自己做的服装店 也是早出晚归 每天晚上包着宝宝 宝宝小嘛 要大包小包的 我们家出五楼 每天就我一个人回家 那你想想我的感受 我们家女儿生病 生病的时候 那时候会说话了 我打电话给她 我说 我说 我们家女儿今天发烧 你就不要打牌了回来吧 她直接没有说什么 就把电话挂了 我们家女儿 夜里面的时候 喊爸爸 所以现在问题的重点 因为坦白说 今天我们这不是一个批判大会 我们不是要来批判请闹闹的 我们今天其实是为了帮你找幸福的 但为什么要把之前的这段说出来 两个目的 第一个是为了让各位女生更了解你 第二个目的 电视机前有很多 可能目前跟闹闹是一样的状况的男生 并且还有很多女生 跟你的前妻 或者跟我们的五号 处于同样的境地 我们要知道这些类似的情况之后 我们该怎么样去处理 以及很希望处在这样边缘家庭的状况的男生 看到一些前车之鉴 所以我觉得要看到很重要 但是看到之后 能有起到多大的作用 就看个人的造化了 是吧 因为有些事情 有些感情 有些人 一旦走了 就绝对不会再回来了 这是人生最大的汉事 所以我觉得闹闹 今天来节目的重点是 真的希望 你虽然叫秦闹闹 以后可以变成情好好 这才是重点 而且我们一直觉得 浪子回头经不换 真的回头了 真的是经不换 而且我认为 这样回头的浪子 比从来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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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对吧 不过我还是要说一句话 因为他99%的责任 1%的责任呢 我觉得可能不止1% 我觉得是父母 我觉得我看过太多类似他的案例 都是亲一色都是父母惯坏的 就什么都惯 而且孩子做错 还认为我孩子没错 或者是说错 这有什么关系嘛 他又不是故意的 然后就会这样子让他 永远没办法看到自己的问题 永远觉得自己是OK 永远去不在乎别的想法 所以我这边还是要强调 这样的孩子 我们父母不要再制造出来 从小就要严加管教 爱是一回事 管教也是要的 自从就是说我离婚的那一天 我真的是改了很多 我每天都会往好的发展 好的方面发展的 就是一切就是看行动吧 好 谢谢你们 好 用行动证明自己是最好的了 所以接下来 看看各位女生最终的决定 牵手相伴 原来不晚 请考虑 我跟他有一个共同的QQ相册 取名叫《美丽邪后》 请选择 哇 这个结果也是出乎我的意料 所以5号你不是忘记灭灯对吗 不是的 你坚定留灯 对 恭喜你进入男生权利 来 有请5号 可以先说一下留灯的原因吗 因为我看到姨妈 其实是没有留灯的 而且我能从姨妈的表情当中 感觉到她其实 也并没有希望你留灯 因为她的情况 跟我之前的太相似了嘛 是啊 我家人肯定不希望找这样的 但是因为她说她改变了很多 其实我就想看一下 因为有句话不讲嘛 浪子回头进不快 你能做得到吗 这个你放心 我绝对做得到 特别有意思 你还没说完 然后姨妈就帮你接话了 她做得到吗 然后能到这边回答了 做得到 姨妈您可以说两句 其实她是我的亲生女 我给我的妹妹带去的 她是我的亲生女 这样的 我相当伤心的 你 她刚才亲手我不满意 为什么呢 你的这种新鲜 跟她原来的老公一模一样 相当不负责任 我相当伤心 所以我说你能做到吗 你能做到的时候 好好的呵护她 爱她 对她好吗 放心吧 阿姨 或者我想追问一下 五号 你的这种 这种心态 会不会有一点 其实也想看看说 就是有一点遗情 就是想知道 像类似于像前夫这样的男人 会不会有改变 有这样的感觉吗 应该也有一方面那个原因嘛 因为 我给过她很多次机会 她也 保证了太多次了 所以我想看一下这种 是不是到底真的呢 这种人性 还值不值得被期待 你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在里面 好 我必须问得很清楚 因为要对节目负责 要对情闹闹负责 所以接下来闹闹 你还可以反问一下 那如果我回荷兰发展的话 你会跟着我去荷兰吗 如果说两个人在一起很好 我觉得你也是值得托付余生的话 我会跟你过去 那接下来给你五秒钟的时间 做出你的决定 五 四 三 二 一 先选择 哇 这应该是金石园原来不晚 所有的牵手的历史当中 最意义不同寻常的一次牵手 因为她所有的牵手 不是表象意义上那么简单 她似乎更关系着 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 真实人性的某种考验 以及把自己未来的幸福 去赌上这次考验的决心 我觉得 我问一下 亲爱的 你觉得值吗 五号 我觉得值 No No 你知道她这样的心意 还选择跟她牵手的原因是 我不会让她失望的 我觉得这是第一次牵手 我觉得 我觉得我必须站在阿姨这边 去陪着阿姨 她的情绪我完全能够理解 我们刚才聊了半天 这并不是一个最终的结果 不意味着你们做出了这个 可能好多人 包括阿姨 我们起码没太想到的选择 所以它不代表 你们就要再一次进入婚姻了 我刚才听完了之后 因为你算蛮特别的一个男嘉宾 有这样一段经历 当你说出 只要她不嫌弃我 我都可以的话的时候 我觉得这还是一句 不负责任的情况 当然它不代表你不会改变 它代表的是你的心态 就是你要开始下一段感情的时候 我觉得更多的 还是应该好好去爱她 然后开始新的生活 而不是带着一种 好 你将就 我就跟你过 如果这样的话 我觉得更可能 你们会凑合凑合着 又进入到一种死循环里 还是我跟阿姨说的 就是给了彼此一个机会 那就用最正确的方式 去尝试一下 然后好好下去陪陪阿姨 好不好 是位男嘉宾 那就看你的真心了 放心吧 阿姨 我就看你的真心了 我真的很伤心 很伤心 我觉得一切交给时间 我个人觉得 即使以后 你们没有真的在一起 但你们如果能成为 好朋友 我觉得也一定可以彼此督促 或者说咱们碧瑶 肯定可以督促 囊囊变得更好 如果能够让彼此人生 变得更好 我觉得今天的牵手 就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件事情 今天一定是特别有它 特别的意义的 当然 当然 我们交给时间好不好 阿姨不用伤心 我们要向前看 希望你真的那子回头 好 我们也希望 我们一起祝福一下吧 祝福祝福 我们掌声欢送碧瑶 还有囊囊进入我们的 继续演员来不完的 有份之后 谢谢 好 我们来认识一下 新补卫的5号 自我介绍一下 哈喽 大家好 我叫杨静心 今年24岁 来自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 现在从事执行策划职业 我想找一个男生 是1米8以上的 肌肉类型的男生 谢谢 大家好 我是杨静心的妈妈 我希望我未来的女婿 是一个名世里 孝顺双方父母的一个男孩 好 谢谢阿姨 请去往我们的演奏观察室 有喜庆金世元 有缘就喝金世元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欢迎 大家好 我叫陈一言 来自山东济南 今年35岁 现在主要在一家中专学校 做自媒体运营 同时自己还经营一个音乐工作室 欢迎 35岁啊 对 35岁 这是我们今天本场 年纪其实最大的男生 外表看上去没有35岁 对 看上去也就28 28的感觉 脸上挂着一个25岁的笑容 对啊 这没说错吧 三号 特别的对 而且我觉得远看 我感觉牙齿特别的整齐 特别整齐 特别漂亮 特别洁白 真是 你牙齿 三号点了个双赞 我发现了 谢谢 特别好 我们通过短编了解一下 要说世界上最通用的沟通语言 莫过于音乐了 无国界 跨种族 从小我就对音乐有无限的热情 听歌能让我平静 音乐可以说是我生活中最好的伙伴了 我叫陈妍 今年35岁 现在在一家中专学校做自媒体策划 平时主要负责了学校的一些社交平台 要说这些年我执着追求 坚持最久的一件事 莫过于追星 我是王杰21年的铁粉 从初中第一盘盗版蝶开始 我就对王杰的声音一见钟情 这些年我追随他的脚步去过大大小小的城市 也收集了他全部的专辑 同样也因为他 我一直在践行着自己的音乐梦想 写词 录歌 这些年我一直走在原创的道路上 现在我有一家自己的音乐工作室 虽然不大 但也足够承载我的野心 目前我有进行20首原创单曲 其实歌曲就像日记 每一首歌都是一个故事 一份心情 要说我的恋爱经历 一共有三段 印象最深的就是第三段了 他也是王杰的粉丝 因为相同的爱好 我们有很多共同语言 八个月的恋爱 让我们以为找到了人生的伴侣 但就在订婚的前一天 他借口家中有事 离开了 从此就再也没有出现 现在呢 我希望找到一个善良 人品好的女生 如果能够漂亮一点 那就更好了 王杰的粉丝有自己的称号吗 没有 就是杰迷 杰迷 对 二十多年了 对 二十一年 天哪啊 其实坦白说你35岁嘛 对 如果以35岁年纪 应该也还不算是王杰真正歌迷的那个年龄段 不是最老的 对吧 就是应该照理说应该是40往上 对 可能是他 所以你当时接触他也是一个偶然的契机 是吧 特别偶然 因为怎么说呢 那个时候是要我升初中的那个假期 因为没有作业 特别的轻松 然后那个年代我们都喜欢玩那个插黄卡的游戏机 但是呢 条件还比较差 只有一个遥控器 小霸王是吧 对对对 差不多 然后呢 我弟弟就说 咱上那个哪儿 商场去买盘 磁带厅 说最近有一首歌特别火 我说行啊 反正我最近也听各种的歌 然后我们就去了 当时在货架上挑了半天 然后最后拿出来 一看这谁啊 就封面特别不起眼 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特别 那样的一个歌手 特别不起眼 然后回到家 然后我们就开始玩游戏机 然后一个听歌 一个玩游戏 然后当轮到我听歌的时候 我就再也没玩游戏 我想说男嘉宾就是 对于这个王姐啊 喜欢的程度 有没有就是有一种 就是失去理智的呢 没有 我特别理智 如果说你的另一半 不太喜欢追星的话 你会硬拉着他 陪着你去追星 不会不会 这是个人爱好的 不过我现在 因为他 他之前上我们江苏卫视 一档节目 已经宣布退出了 然后我的追星生涯 也从此结束 那你愿意陪你另一半追星吗 可以啊 然后我还可以传授一些追星的激情 他追溯达绿 他要到上海去看你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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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认为他是头脑不好是吧 是 对 对 我都冬残病要回来看 我要关心的是我今天看资料特别惊讶 别的男生啊 都是因为这个 就是各种原因换工作 对吧 有的为提升自己 有的为了升职加薪 听说你是为了相亲而换工作 是吧 算是吧 为什么呢 因为怎么说呢 我结束上一段感情之后 沉寂了 就是恢复了这么几年 大概有两三年的时间 伤得感情伤得特别深 也不是了 这是我的一个规律 就是 就多容易陷进去 要把很久 每次结束之后 都会深刻地自省 自己哪方面 真的是做得不好 然后有这么几年的时间 退皮的过程 沉寂下来去提升自己 然后呢 提升 这几年提升完之后发现 女孩的恋爱观变了 然后我的很多东西 已经达不到他们的要求了 你就像 刚开始的时候 我一直在做一个 就是 虽然一直是从事教育 教育行业嘛 在民营机构做市场策划 就是比较基层的一个工作 然后女孩就会说 哎呦 天哪 女孩工作又辛苦 挣钱又少 而且你没有一技之长 然后 有道理 然后呢 我就 因为我比较喜欢写东西 从小就喜欢写东西 喜欢文科的东西 然后呢 就觉得 哎 这个可能是我的一个 未来发展的 另外一条路 然后我就尝试 做原创的东西 然后再去相亲的时候 人人就说 搞文艺的 不靠谱 然后我就发现又不合适了 对 计划赶不上变化 大潮流的变化 对 然后呢 我 我就 我觉得啊 还是得有一个靠谱的 对 还是要 最起码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然后再去开展自己 去喜欢的一个副业 然后我就到了 现在这样一家中生学校 做自媒体的一个运营 自媒体的运营 对 我其实有个提案的话 就是你写歌原创 是和你感情有关的 还是说你是想到什么 写什么 还是每谈一段 写一首歌 是什么那种 不 那是情胜 不是我 不会 其实我写感情的歌 反而不多 大约有三四首是 说一段比较难忘一点的 而且那首歌你觉得 比较难忘的 其实 写得好的 永远第一个 都是最难忘的 就是我第一首原创歌 叫做 决情的邂逅 决情的邂逅 对 决情的邂逅 这个名字基本上 我大概能捕捉到 你这段感情的这个 决情嘛 这感觉就是 她决情是吧 对 然后呢 然后又有点 心里有点想法 又对你女生有想法 但又很决情 对 有一个矛盾感觉 这个决情的邂逅的 最初的由来呢 是因为我跟她 有一个共同的QQ相册 取名叫美丽邂逅 哎呀 天上是好复古 不是 共同的QQ相册 还有 共同还有片菜地 还有 好有年代感 好有年代感 你那踩一踩 而且这个名字叫 美丽的邂逅 特别有年代感 你知道吗 对对对 特别好 然后呢 然后之后 我们订大约谈了 有八个多月的时间 也就来到了 2013年的四月份 然后我们订的是五一 假期订婚 十一结婚 其实这个就不算很仓促 也很正常吧 对 时间斜点还是可以 然后大约在四月中旬的时候 她就说 这个事我得回家 跟爸妈商量一下 具体怎么弄 然后当天晚上 我们还聊得特别正常 就像恋爱中的这个男女一样 聊到特别特别晚 因为那时候 还是QQ聊天 聊到特别晚 然后还说 你一定好好放松 好好玩 我说好吧 我说为什么说这句话 我当时也不太理解 但当我拉开衣柜的时候 我就明白了 哎呀 咋了 有个人 对对对 她的所有的东西 都已经不见了 你尝试过挽回吗 呃没有 如果说撕破脸的话 对双方都不好 我就想把最后的一份尊重留给她吧 这样说没毛病 对啊 就她走了 你就你好仿佛也理解了她 然后就自己默默的痛 对默默的把这首歌写了 写下了绝命的邂逅 绝情绝命 太狠了 这个绝情的邂逅 那刚刚我们这好像有 Mini在弹的这个 对这个就是 就是这个歌 就这个伴奏 对 那就 这个则日不如壮日 让我们掌声来聆听这首 特别好特别好 四季春夏秋冬 曾经认为 误会的爱情冲动 最后依然 选择人去放空 偶像聚会的美丽邂逅 一年三百多日的享受 狠心离去他 被迫分手 为何背负空心旧梦 世界聚赛 哎呀 这歌词啊 唱得认真的心痛 接下来做你们的第一个选择 有缘相见 请考虑 请选择 有缘相见 请考虑 请选择 还不错哦 有请六位阿姨 欢迎 首先来问一下洪杨姐姐 这个洪杨姐姐在第二演播厅 跟妈妈们聊得特别开心 妈妈们很喜欢这个男嘉宾 真的 一致地喜欢 说那个看起来就是特别的喜心 讨喜 爱笑 所以我们这个前面一段 都是在笑声中度过的 好 接下来我们短片了解一下 还有一段短片 要说我最大的爱好 除了音乐 那就一定是美食了 我喜欢走街串巷的寻找美味 会根据网上的排名 一家家地找来试吃 看看是否名副其实 我觉得吃不仅是对味蕾的满足 也是身心的享受 希望以后的你能够陪我一起吃遍世界 我出生在一个其乐融融的普通家庭 父母现在都退休了 家庭氛围比较融洽 在三年前 父母每天都会打电话催我找对象 这两年一直没有进展之后 也有点释然了 不会这么着急催了 这些年相亲我也见过不少人 但总是少了那么一点感觉 现在一个人难免有些冷清 要说我的规划 那应该就是 首先我要把自己的事业稳定好 然后把自己的音乐工作室发扬光大 特别爱吃 我觉得这个爱好 应该跟很多女生都很接近 现场是吃货的举手 我也觉得几乎应该全部都会举手 来 阿姨们 有阿姨爆灯 我猜是一号的妈妈 果然 来来来 仔细看了一眼 我感觉这个小伙子很阳光 对 我感觉我很喜欢 我想我女儿配我女儿很好 是吧 谢谢阿姨 对 问一下就你这么爱吃的话 你晚上会吃夜宵吗 不会 我晚餐特别简单 一般就是一碗粥配咸菜 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如果有女朋友了 你那个女朋友比较喜欢吃夜宵 或者说生更半夜 喊你去吃海底捞 你会跟他去吗 他就看着你吃 他就看着你吃 不 我也会吃 你也会吃 其实真正有了女朋友 不在乎身材是怎么样的 只要他高兴怎么样都好 这个很危险 把你吃胖了他就不高兴了 对呀 我再剪下来 哎呦 就是我这样看男嘉宾 也是像丈母娘看女秀 我觉得真的是无懈可及 又会谈吐 然后呢做人也很认真 然后都好 那为什么没有遇到你喜欢 是看不对眼呢 还是说你的要求都达不到 还是说你要求很高 哦 其实怎么说呢 我的要求并不是特别高 但是不句话 因为我可能是感觉第一的人 所以说能碰对感觉蛮难的 所以说什么条件 我真的不会去卡 至于他身高啊 长相什么样的 只要感觉对了就对了 但是就是这个感觉难找 迟迟没有来 多久没这样感觉啊 六年 你想知不知道心理学原理 请讲 对 你想听心理大师说心理学原理 哇 重点是心理大师 哎你请问一下 您认识这位心理大师吗 这不是今天认识吗 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名字 快快 潘静之老师 哈哈 不对吧 这好像是个女生的名字 哈哈 大师你快说课吧 ok 好 因为是因为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 比如说十几岁的时候 你可能很容易对一个人动心 因为你没什么真的没什么条件 可能你一看到颜值就就喜欢了 对吧 可是长大之后呢 你觉得你没条件 其实你是有条件的 你把内化了 比方说他要孝顺 他要善解人意 他不可以捉什么的 这些都是其实都是条件 但你不自觉把它内化了 而这内化的感觉越多 然后这个对方如果没看到你就容易没感觉 所以也就是说其实你内在的条件 其实还是蛮高的 其实你不是没条件 我觉得你为自己在缘分争取一下吧 反正你看出来了 市场还是相当不错的 是吧 这么多灯亮着 我这个人吧 可能最大的优点和最大的缺点 都是过于真诚 包括朋友也多次提醒我 就是说你外露得太多 你可能你说的是这样 但真正你做起来还是这个样子 人会觉得你这个人不够圆滑 我希望我未来的女朋友 能够接受我这一个缺点吧 我认为现在认为是缺点 好 各位准备好 做最后的选择 牵手相伴 原来不晚 请考虑 请选择 哇 灭了一圈 终于还有一个剩下的 8号 妈妈是没有亮灯 阿姨不满意吗 8号阿姨 我看你笑得很开心 我反正我的意思是她自己做 还是知道 比较是这个山东几林的 离我们南京很远 还是知道 交流起来不方便 还是知道 交流起来不方便 太远了 没关系 没关系 但女儿的心意坚定啊 恭喜你进入男生城 8号 再表达一下心意坚定啊 其实 其实我到现在还是在一直犹豫的 因为还是跟我妈妈一样 就是地区 地区对于我来讲不是那么的重要 真的说能遇到喜欢的女孩子天涯海角也可以去 如果说在一起的话 就是说结婚在一起的话 你是否介意跟父母在一起住呢 您的父母吗 双方的 很介意 所以接下来给你五秒钟时间 做出决定 牵手幸福进入缘分之门 或者心心离开 五 四 三 二 一 请选择 好 所以你是拒绝是吧 现在不用离开啊 谢谢8号 她选择不牵手 你没有牵手 8号阿姨应该很开心 得逞所愿 不用去那么远的地方了 是吧 对 其实我也是考虑到这个问题 因为 儿女的这个婚姻也好 恋爱也好 是一定要得到父母的支持的 所以说 我还是尊重阿姨的意见 然后对不起呢 没关系 没关系 你再说一下 除了这个原因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原因 比如说跟你最后问的那个问题 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那个其实是一个敞开性的 没有说 了解一下 对与错 如果没有阿姨说的那番话 阿姨也亮灯了 会不会你会牵手 会 所以她是其他各方面 在你看来是你们有可能继续了解 对不对 对 因为这个真的父母的支持真的很重要 我觉得呢 你是过度尊重了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你可能是要万事俱备 这个女的都好了 然后呢 我觉得我可以接受我继续接受 但如果今天有一点不好 我也不想去改变她 你懂吗 我也不想改变她的脾气 她如果任性 我也不想改变 如果丈母娘不接受 那我也不改变 我都尊重 然后我觉得是这样的尊重 可能让你很多相亲 在心里上 你根本就是没有去 一个去追求的一个动作 其实我觉得你应该拿出 更多的毅力来 我想要 我就去试试看 这不是不尊重哦 祝福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成长 找到自己的幸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同时呢也谢谢陈妍 来到我们的节目 我们先掌声欢迎送你 好吗 谢谢你 再见 肯定会幸福的 加油 幸福 谢谢 拜拜 好 并不是每段感情都是那么完美 很多困难 当你有足够勇气面对的时候 反倒会迎刃而解 希望未来的你会越来越好 嗯 刚才在舞台上我已经把全部的自己展示给大家了 所以说对我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组联系到我 如果再换一个角度来说的话 如果再换一个角度来说的话 我们的爱情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咯 谢谢各位 哦呦 是不是心宽挺胖心比较宽 我不怎么宽 但我长得宽 心不是那种吗 我喜欢养鸽子 我养的鸽子它是那种比赛的鸽子 男嘉宾好帅呀 是我喜欢的类型 财政大全要教育我们 八号女孩以后我有点不太同意你的看法 你还要去管钱女友啊 女生在那种情况下是无助的 这种情况我完全不会觉得她可怜啊 经历太多 坚持到现在还这么快乐 对 就特别钦佩